新浪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郑云龙 一直说起来就比较随便 对是在这个戏里面应该是第一次 服装造型对进入角色没有帮助 但是对塑造角色 在台上整体的表现是有帮助的 这个跟舞美是一个道理 那这些非演员本身的东西是可以帮你 让角色变得更饱满的 影影剧 遥违年代现在 因为这个 首先音乐方面非常的 好听 很经典 然后我们这次 有改了很多舞美 改了很多 就加了演员 然后把整个歌舞场面 重新编排了 所以是很有 心意的 然后大家也 也很努力 很用心的去 做这次复牌的排练 所以我觉得 是挺值得看的一部戏 做小买卖吧 大生意做不了 智商不够 对就是尽量的 做一些生意 就小 小本经营的生意 就赔的不用特别狠 特别惨 对 没有什么想遗忘的 这黑历史也是经历 它也有它存在的意义 年少无知吧 有些时候 可以 不用我都用别人 没有 我觉得艺术跟时尚本来就是 可以融合的 我觉得这个展览我刚才去看了以后我觉得融合得非常好 因为很多艺术家都把自己的想法 融在了他们的设计里 然后 然后有建筑家 有画家 用他们不同的视角 对艺术的理解 去融入到这个 这个Lady Dior的这个 这个产品里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合作 你不许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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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许多了